国商日还没过 港共政府就提高了镇压的力度 上星期他们一共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 港警对群众进行行事近距离开枪 第二 港共委政府动用紧急动员法特权 颁布禁止门面法 一群香港人认为 港共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合法性 他们公开宣布香港临时政府成立 我认为这是对抗的必然 也是对抗这一方的一个里程碑 有人说这样西方政府就不会支持香港人的反抗了 我觉得这个逻辑非常可笑 首先成立临时政府不是要搞出两个香港 就像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 不是要搞出两个委内瑞拉 西方国家都支持承认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政府 瓜伊多的临时政府 反而不支持不承认委内瑞拉的独裁马杜罗政府 为什么到了香港 西方就会变呢 第二 国际上所谓的一中原则 其实是当年两位蒋总统做出的汉贼不良力的政治原则 而中共在70年的国际运作当中 把台湾当局绑死在这个原则上 造成了对台湾非常不利的局面 这个原则其实早已经过时 尤其是在中共对台日渐强硬的情况下 对台湾和南海野心勃勃的时代 在中共不断的军事挑剧下 我想美国不可能长久的坚持这个原则 用这个原则去套香港就更加荒谬可笑 首先香港成立的是临时政府 不是搞独立 政府和国家是完全两回事 政府需要换界 需要换党 换班子 这是尝试 请小粉红好好去想一想 我就不多说了 退一万步说 就算香港独立 放在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点下看 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诉求 美国当年闹独立 直接倒火线就是英国的科奸杂税 人民有自觉权 人权永远高于主权 支持香港与否和支持多少 完全取决于西方的良知和担当 香港的临时政府的成立 给西方文明世界多了支持香港人民反抗的方式和工具 而不是阻挠了他们支持香港 如果因为临时政府的成立 西方就不支持香港人民的反抗运动了 那就说明他们的支持一开始就是虚伪的 中共真正害怕的其实就是国际社会 从承认香港的临时政府开始 到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 到最后指证中共政府是伪政府 我想这才是中共的要害 谢谢